各位香港市民、各位記者、朋友 我想講講有關於昨天元朗火警和停電的情況 消防同事和警方同事昨天現場看過 初步進入電纜橋的地方 都沒有受到任何的破壞 我們在這個階段沒有跡象有人刻意進行破壞 當然我們也等消防同事要做一步檢查 才能確定火機的成因 但在這個階段沒有任何證據顯示是人為 昨天我們消防同事也用了一個新的科技 用了我們一個救火機械人 這個救火機械人可以拿著救火喉去救火 當情況 例如溫度很高的時間 但我們消防員的同事未必能進入的時間 這個救火機械人就可以發揮用途 除了可以拿著救火之外 另外亦有攝錄鏡頭 以及可以探測溫度 可以看到是否安全 讓我們的消防員進入進行工作 看看大家有甚麼問題 有些意願的話 這次發生了這麼大的事件 為甚麼都不接鎖警示 這次緊急警示 是否都行嗎 這次主力在圓滿屯門和元朗區 所以我們覺得用一個全港性的警報系統 未必最適宜 而事實上 當時我們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通知了當區有關的市民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個情況下 未必是最適宜用這個警示系統 當然我們要看個別的情況 但這個系統最主要就是當一些事情 全港市民都要關注的 例如我們講到極端的 譬如一些輻射的問題 或者一些很大的災難 影響全港性 我們一般情況就是這樣 現在是否有領導人來 現在是甚麼領導人 和怎樣來這些呢 暫時我們這個情況都是要等待的 但我們那個準備工作是不會停止的 我們一定是用最高規格 來計劃我們的行動 一如既往 我們一定要確保 不單止是否有領導人來 是整體社會 由於是25周年一個大事來的 也要確保 所有的慶典活動 都在一個安全有序的情況下進行的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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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